萊卓琳 42歲的李卓玲 前名李采玲 當年語科畢業後 被媽媽鼓勵下 1999年投考無線藝園訓練班 我媽媽本身是想叫我選港姐 她拿了自己的比基尼給我試 因為我媽媽也很高 看完後嚇死了我自己 所以我說你不要叫我選港姐 我看到自己的比基尼的樣子 自己有點害怕 後來我媽媽就叫我去參加訓練班 她之前算是在麗的電視當過演員 很多年來的電視是多久的歷史 我都不記得 你媽媽是叫什麼名字 吳小寶 不出名的 不是很著名的演員 年輕的時候的確是很漂亮的 她就入了行 她經歷過這個圈的經驗 她又覺得我可以去嘗試一下 才叫我去入這一行 當時是先做幕後的 她跟我說是幕後的畫畫 做了幕後才去做幕後 電影第一選 她經常跟我說的 再見虎山行 入行23年的她 是無線藝份班出身 硬堅同學發展比自己好 她覺得每個成功演員背後 都付出很多 會看大家開心 我們那期應該是馬國明 還有我 仍然在幕前 還有我 葉船就算是我們那期 但因為她是華者入來的旁定身 有想過是否那時候 應該要去考港姐 你可否後悔 少許 因為不一定選港姐出來的路 一定是很平坦 一直向上 因為有很多特別的案件 都是很好 但其實也有很多不是很順利的 馬國明 其實男士在這個行業 真的要花很多年 在裡面才會有一個成就 反而她拿試帝那一刻 我是很開心 我是很 proud of 我們十四期訓練班 終於有個試帝出來了 是很開心的 因為這個是大家知道的努力 去拿回來的 反而是女士成功上位的戚戚然 不是戚戚然 而是會覺得 她們上位 每個人都會有努力 很努力 不是說你氣好 你很努力 但你上不了位 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說過 但我覺得 這個始終都是命運 命生成的 還有我覺得 可能我不會妒忌她們 只是我會後悔 可能那時我參加港姐的路 就不是這樣 我反而會是這樣 但她們每個人的成功 都不是必然 真的很辛苦 李卓琳入行拍第一套劇集 就演丫鬟 更被封為無線御用丫鬟 不少觀眾都覺得她 被無線忽略而感到可惜 比較深刻的是我入行第一套劇 《金莊四大才子》 那時是安安 陳松玲的《阿華》 雖然說這個角色是《阿華》 但其實氣氛很重 我也很感恩 也很開心 一進去 就已經有這麼好的角色 之後 她奠定了我之後的路 不需要經歷太多的路人甲月餅 雖然我也有去嘗試過 做過路人甲月餅 但對比起訓練班應該要經歷的路 這種角色我減少了很多 其實都不是很多次 其實不是很多次阿華 可能有十多次 去到第六七年左右 那個人就開始做到劃瓦了 因為你可能會看到前路有沒有機會再上 會不會有更好的發展 你會看到這個空間的灰暗處 其實你就是這樣 你不會再有突破 在第六七年左右 一個人會有少少 去思考這個問題之餘 會有少少不開心 就是灰心 以前的經濟是 撕著撕著去用 真的要天天在那裏捉住 去用 給不給到家用呢 久不久都會給到的 但就不可以說很 regularly 每個月固定這樣去給 最糟糕的時候 會不會銀行剩下肚子 最少錢的時候剩多少錢 幾百元 李卓零一零年約滿無綫 一二年曾轉向香港港市 因為港市不獲法牌 而成為他轉行的契機 港市拍了《境界線》 《三面營衣》 《童話》《暖曲》《1314》 《活日加5》 另外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實景拍攝 變成你會堅定一些 還有新鮮感會大一些 因為你不會回去入廠 很規律性地每天入廠開工收工 新鮮感多一些 還有當時因為他們的氣氛很澎湃 很高漲 因為想著會有牌子 所有人的工作情緒都很好 很向上 很熱情 當時做不到牌子 在香港發展我Marketing那間公司的業務 當時沒有續約後才剛開始 Matican公司已經做了六七年了 剛開始就接了一個大項目 就是在醫館搞一個 叫做《世界和平小姐》的選舉 當時有三十多個國家的佳麗 來到香港這裡去參選 這個表演基本上由訂車 訂飯盒 都是我搞的 一手一腳自己去做 然後其他大展示 例如在亞博的一些內地團隊 企業來香港 考察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企業聯會 會在亞博搞 我就會幫他們搞這些展示 然後請藝人 機遇是我在電視台這麼久 我台前幕後所有的操作 我轉單怎樣設定 我都尿如指掌的時候 譬如你搞一些大型的表演 尤其是大型的表演 台燈聲霧美 這就是引發到我一個優勢之餘 去發展這件事 每間公司都會看你的步伐 人家會看你有沒有實力 去做到這件事才行 你有一些之前的歷史項目 讓他們證明了這件事 人家才會對你有信心 而且我始終是 藝人的幕前都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你都不會騙人的 你在這行真的很熟悉 人家會對你這件事是有信心的 有機會我都會想 繼續去做幕前 當然有Marketing 只是一個 Marketing當然都是主業的 現在變成主業了 因為始終年紀比較大 而且都要有自己的一個穩定的事業 Marketing好的就是 給你有這樣的條件 去選擇你拍不拍戲 有一個條件給你 你應不應該繼續做幕前 會慢慢開始分花輕重 以前年輕人一定是拍劇首選 拍劇是主業 但現在Marketing就是主業 只不過因為你雙父雙成 一個幕前和一個幕後 剛才我說的都會有一個好處 優點在這裏 所以都會希望兩邊可以兼顧到 只不過將時間分配不同 但你仍然喜歡演戲 對 我很喜歡演戲 李卓零19年開始讀國內工作 除了開拓生意外 亦拍了《九流霸主》 《戰毒》 以及《家族榮耀》等劇集 他更獲委任為 廣西省南寧市政協 我現在就是廣西南寧市政協 因為南寧是我半個鄉下 因為我媽媽是南寧妹 其實我都算是 即是半個南寧妹 因為都會經常 經常回到我媽媽那邊的家 去探望公公 和表弟表妹 他們經常回到 正協架 他就想多些吸納多些年輕的 有能力的影響力的朋友 去多些推廣 以前他們多數都是政界 或者做生意的 很少一些文化傳播推廣的範疇 變成我很榮幸 因為我是幕前 可以幫他們 亦都是Marketing公司 幫他們做到一些宣傳的效益 有些人 都會做到一些 最終的 有些人 都會做到一間 所以 他會做到一些 寶寶 有些人 有些人 都會做到一些 有些人 感谢观看